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一种文化 马洛水人最自由的一个方面 对吧 那么弄是故港 弄于意识故港对人对他 那么进而去弄这个地方 这个文化的事 意味着是一个山门 谁也不应该看他了 那么我们前面呢 学习了五课上海话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继续学第六课到第十课 那第六课到第十课呢 就会叫前面五课呢 比较难一些 所以大家用心听好了 第六课呢 打电话 这个场景呢 是这样的 张芳和王林呢 他们是大学同学 一天呢 张芳打电话给很久没有见面的王林 张芳打打电话 他说 喂 请问王林了了吧 喂 请问王林了了吧 喂 请问王林了了吧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喂 请问王林在吗 喂 请问王林在吗 在吗 怎么说的 了了吧 了了吧 好 大家跟我再念一遍 喂 请问王林了了吧 喂 请问王林了了吧 王林说 哇 這個意思就是 我就是 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就是 我就 Ze 阿 利 位 哪一位 这句话 在打电话中啊 说的很多的 大家跟我反复练几遍 张芳又说 这个就是 我是张芳呀 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 就是 我记得 不记得 不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 王林又说 大家听懂吗 这句比较长了 怎么会呢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你好吗 怎么会 我们上面呢 前面五课已经交过了 就是我们的意思 很长时间 联系 上海话怎么说的呢 理系 就是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你好吗 会说吗 能好吗 能好吗 我们把这句句子再说一遍 哪能为 阿拉罗三分光没联系了 能好吗 哪能为 阿拉罗三分光没联系了 能好吗 然后呢 张芳就说了 这些呢 都是平常打电话的时候啊 寒暄的一些话 就是呀 我还可以吧 上班挺忙的 你呢 我还可以吧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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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 不太顺心 想换工作 现在的工钱啊 工作的钱呢 太少了 顺心 顺心 不太 不 会说的吧 不太顺心 就是 这句话呢 再跟我一起念一遍 我工作 我打整心 想有工作 以这些工作 做票所呀 我工作 我打整心 想有工作 以这些工作 做票所呀 张芳怎么说的 他说 这就是他在劝他了 他说 这种事情啊 不能太急的 对吗 就是这种 就是事情 死期 死期 不能 我喝 我喝 着急 急 怎么说的 接 接 对吗 对吧 对吧 隔日期 我喝他接了 对吧 隔日期 我喝他接了 对吧 然后王林又说了 九十缸呀 哎 最近我生气了的 老三毛病 九十缸呀 就是表示啊 前面对前面一个人说的话的表示一种肯定 就是说呀 然后他又说到 哎 最近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老是生病 就是说呀 九十缸呀 九十缸呀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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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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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 就是说 我打好 我打好 老是生病 老是三毛病 老是三毛病 生病 三毛病 三毛病 好 这也是就长句 那大家呢 再跟我慢慢地 操练两遍 九十缸呀 哎 最近我生气了的 老是三毛病 九十缸呀 最近我生气了的 老是三毛病 然后张芳说道 哎呀 就是说 哎呀 那你要紧吗 要紧 就是要紧的意思 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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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更能要紧了 哎呀 更能要紧了 往里说 哈梅萨打不留 哈梅萨打不留 哈梅萨 没什么 这句话就是说 也没什么 大不了的吧 也没什么 大不了的吧 大不了 怎么说的 打不留 打不留 哈梅萨打不留吧 哈梅萨打不留吧 张芳又说了 哦对了 我想 我忙机 帮我干了 我可就 我都丢他了 哦对了 我忘了跟你说了 我的考机号码换了 忘了 怎么说的 忙机 忙机 跟你说 上海人是说 帮农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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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是叫什么 我的 我的 考机 就是 科技 科技 考机号码 连在一起呢 就是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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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了 我忙机 帮我干了 我科技 都丢他了 丢他 就是换的意思 丢他 丢他 好 那我们再念一遍 哦对了 我忙机 帮我干了 我科技 都丢他了 哦对了 我忙机 帮我干了 我科技 都丢他了 王林说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让我拿笔记一记 让我 上海人说 两 两 比 笔 笔 记一记呢 就叫做 接 接 这句话 连在一起就是 两 两 张芳 张芳报了一串号码说 一两 四 六 七 八 这个我想我刚才已经说过 上海话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怎么说 大家应该听得懂了 就是一二六 四五 六 七 八 好 我们再说一遍 一两 六 四 五 六 七 八 一两 六 七 八 为了加深大家的记忆呢 我们还是把零到九 再重复一遍 一 两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零 记住了吗 再说一遍 零 一 两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王林最后又说了一句 好啊 干了都李西 好啊 干了都李西 这个就是 好 那我们多联络 好 那我们多联络 上海话中联络呢 叫做 李咯 或者我刚才说的李西 都是一个意思 李咯 李西 好 干了都李咯 好 干了都李咯 然后张康最后说了一句 一定 一定 一 一定 好 那我就解释了一下 下面呢 我们开始 还是和我们的宋老师一起呢 也演练一遍 这个情景对话 张康说道 张康说道 喂 请问王林来了吧 我就是 请问 老师的 我是张康呀 你还记得了 那人喂 老师上 没有理事了 弄好了 就是呀 我也可以吧 上班没忙啊 弄呢 我工作 我和他人心 想为工作 你这个工作 筹票 收啊 各个日子 我好 他接个 对吧 行 对啊 哎 最近我生气 我打好 老师 什么 哎呀 更多要紧了啦 好了 我忙着帮都讲啦 我口就都丢他了 你让我那笔 直接紧 一两楼 四一楼 切吧 好啊 跟阿拉 都里咯 一定 好的 那么这段常对话 大家是不是听懂了呢 我们拿普通话解释一下 喂 请问王林在吗 我就是 请问 你是哪一位 我是张康啊 你不记得了吗 怎么会 我们很长时间 没有联系的 你好吗 就是啊 我还可以吧 上班挺忙的 你呢 我工作不太顺心 想换工作 现在的工作 钱太少了 这种事情 是不能太急的 对吧 就是说 哎 最近我的身体 也不太好 老是生病 哎呀 那你要紧吗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哦 对了 我忘了跟你说了 我的考记号码换了 让我拿笔记一下 12645678 好的 那我们多联络 一定 好的 我们还是拿上海话 再跟大家说一遍 喂 请问王林来了 我最近 请问 什么 你喂 我们的长方呀 我们都记得了 哪能喂 我还在老长中 没有历史 我们好吗 就是啊 我也可以了 三百万忙啊 你呢 我工作 好,那么第六课打电话呢就学好了 那我想大家一定呢对于打电话的一些习惯用语呢有了一定的了解 LALAVA在之类的 我想大家应该是啊学完这课呢要好好的去复习一下